县议员田石雄说 农舍兴建 海岸法 国土富裕案 原民传统领域 都是影响台东发展的重要议题 请县长重视 田石雄表示 Ketamine还好 三餐在吃的东西比较可怕 请县府重视食安 针对农业用药问题多加宣导 做我们的农业 现在如果没有去选择 没有去处理 这些蚵仔米没什么要紧 但要三餐在吃的最要紧 这些是死人的 真的现在小孩里面都少子化 现在来 大家没用 没吃三餐在煮 你不要看这小话问题 你的孩子每个都在10岛 都在吃 odc rubber 要是吃那个 especialmente 那个派人的同胞 都在农业 浑业创码时 我就考虑 天师兄表示 不需禁用鸡粪 请县府多家宣导加强鸡茶 要求农民依规定使用 田医员要求建设处 加强利加西户岸及河道整理工程 用这个鸡的鸡森 它在想北面 到太平川 到太平川这个棺材 这个地方 以前离家去 它的土地老婆 改字 电台鸡的方便 像这些不平的东西 要用这个地方 真的让你不简单 所以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这样的处理 大水来 有一天 如果有点够完 所以在这里也要建议我们管长 因为这件事情 应该就重视一下 有到我们整个 这个变卸的线密安全问题 这不可忽视 建议县府研议 劝导新园新社的养鸡场 迁往他处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18届 第一次定期会 6月2号 县政总咨询议程 县议员田石雄问证内容的 灾药报导 由刘热文整理 早上 早上